佛教学 把你教了你也成佛了 佛不鞠躬啊 你要感谢我 你看我成就了你 佛没有说这个话 为什么 你本来是佛 你成功了 佛心里头痕迹都不找 你看 他保持清清平的救 毫不受影响 这是真的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我们对这个社会 对一切众生 做最大的贡献 做再多的好事 心底也清净 不能有丝毫痕迹 叫三能提空 这就对了 如果你自己有成就感 你是凡夫 是做了很多好事 你脱不了六道轮回 你还在三三道手保 为什么 你心里都有 你有这个 有这个夜阴 他当然受果报 佛菩萨不受果报 做再多的好事 心里没有 干干干净净的 所以他不受报 这个道理要懂 你要是不懂的话的时候 还做这些像的话 你戳不了六道轮回 那就错了 人做再多的坏事 也不是真的 是他迷惑颠倒 干错了事情 他心里面有 有这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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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头 他在六道里头三窝到手保 如果他心里清净 一尘不染 果报就没有了 他超越六道轮回了 所以我们对这个世间大众 他行善也好 他作物也好 行善 我们赞叹他 他作物 我们看到了 决定不能 把他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我们的心就坏了 我们的心本来是善心 清净心 把他那些悟念悟行 装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的心不起 变成他的露宿桶了吗 我们的心不就变坏了吗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 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要学习像佛菩萨一样 看得清清楚楚 心里不乱急 干干净净 根本就没这回事情 也不可以放在口里尝尝谈 他做上 那就错了 那不是他造业 是我们自己在造口业 与他不相干 过人造 过人受 我们不要被他的所转了 他影响我们了 那错了 不可以 永远保持 清净平等就 在经体上 这五个字太好了 这叫真属佛 所以今天 大家 都盼望着 都期待着 和谐 和谐 要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 我们的词 咱们 会 我们在这边 里面 到我们去 我们的词 这次 就能够 我们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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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词